好在这边他给我们这一个x2y against x的那个graph so我们知道呢这一个是我的大y 这个是我的大x 这个是我的c 然后这一边是0都号-5 ok然后他要你express y in terms of x 就是说你写成y is a function of x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那个y等于mx加c 这样我找我的gradient出来先 我的gradient呢是4-5 不一6-0 所以他是变成9和6 然后他是3和2 然后我们知道呢 他是大y等于m大x加c 我大y是x2和y 等于3和2 1和x 然后加c加c是-5 这样 然后他要把y写成subject的时候呢 嗯 so 呃他有很多种方法 ok 然后呃看你自己会拿你一种 ok 我这一边我修两种做法给你们看 ok 好 第一种做法呢 是呃标准的一种做法 就是说你乘分母的lcm 他有2xy 所以他乘2xy乘2xy乘2xy 让他没有分母的存在 所以你就有2x power3 ok 你把你的这个x2除下去 ok 他就会变成100x等于320x3-520x2 然后你这一边再乘x乘x把它分母变一样 ok 然后他这个就会变成3-5x over 2x3 是1y 然后你交叉成了再交叉成 ok 就是说你在这一边这样乘上去 这个乘上来 这个除下去 事实上你只是导版导版而已啦 ok 呃 所以我就有y等于2x3和3-5x ok 诶 等下啦 我有地方做错了 ok好 来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应该是乘2x 因为他分母这边是2x3 所以他应该是乘2x 所以我乘2x的时候呢 这个应该是10 哦 所以这种方法我自己也是不熟 啊 所以我我这边做错了 ok 好 这个是10 然后这个是10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两个答案都是一样 ok 两种方法都可以 ok 这个是第二种方法